斯特里克兰认为 丹尼尔罗的里格斯 是为了减肥才过来打比赛的 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训练 丹尼尔罗的里格斯又称蒂罗 因为分析判定赢了李景亮 被中国全民所熟知 这场比赛被广泛认为 李景亮获得了胜利 美国23家体育媒体给出的结果里 有21家认为李景亮获得了胜利 丹尼尔罗的里格斯 在上周末的比赛中 又成全了爱尔兰新星 严恩加里 在第一回合被对方TKO输掉比赛 顺伟对方进入了前15名 成就了对方的12连胜 这也是自己第一次被TKO 小时候没有任何体育训练背景 20多岁才开始全界训练的蒂罗 最近遭遇了两连败 上一场第三回合被尼尔玛格尼降服 21场职业生涯仅四负的蒂罗 6个月内就遭遇了两连败 与怡恩加里的比赛前 蒂罗第一次超重 第二次过棒才得以通过 斯德里克兰在社交媒体上说 每当我输掉一场比赛时 我唯一不能说的 就是我没有为此训练 我在训练营里努力训练 平时训练流的血 比比赛时流的都多 但在罗德里格斯那里 他根本就没有训练 我这样说 并不是说他的对手 伊恩加里不好 相反他很有技巧 我只是听说 波音员们惊叹于罗德里格斯 从来没有被伊恩加里这样KO过 罗德里格斯就是靠减肥赚钱的 他没有训练 没有打架 令人惊讶的是 许多没有进入前十的选手 都是这样做的